回到第二節的港萬咬 鄭邦 我們休息的中途就發覺Mango是一個很危險的人 危險人物 你們小心點 可能是幫我們擋住那些 作邪作鬼 很偉大的 這是什麼來的 曹總的 新作 是不是減21 我跟曹總確認了 曹總說是81的 那前面的橫是什麼 我沒有問 我沒理由問曹總 為何你之前那兩個橫有一橫在前面 總之曹總回答我81什麼都沒有 破折套 什麼都沒有81就是81 因為他有一個很括著 然後是減81的 可能有些東西改了也不奇怪 而且他一天還沒出 都可以改名 改名也沒有所謂 但是為什麼會是81呢 曹總就說要等蔡傑慢慢跟大家再解釋 你直接問蔡傑吧 Mango 直接打給他吧 我沒有contact了 嘗試一下曹總幫我們約上來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都可以外景的 絕對的 那這張圖應該是 81的女角 相信是 我畫新挑戰 是不是畫女圖 曹總不是這麼在行 還是怎樣呢 一來畫女圖 他要畫女圖 二來他要畫到女性的那種感覺出來 再加上我故事可能會是由 女性的角度去出發 感受那方面多些 那怎樣表達這些東西 可能曹總都需要再去調節一下 但是 其實我覺得這些 這些 曹總都是擺少少假日機出來 讓大家緊張一下 書展的時候就 而且他都在畫畫 他告訴你他之前有過這樣的挑戰 其實他應該克服了 如果不是他 我猜他書展應該未必出到 如果真的很大 7月中了 書展的動漫是書展 曹總也都因為他 今次是用一間新公司去 去摘書展 也都幸好他都還可以放在一樓 因為很多時候 新參只會被人扔上三樓 人流啊 所有東西都差很遠 曹總都還在一樓 但就好像比較近 廁所那邊 兩邊都有廁所 就是不近出入後那邊 但是在一樓始終都沒有大問題 到時就 大家多點支持 曹總除了這本書 他也會有其他跟人合作出的 漫畫和小說 Penso有留言 聽聞他很趕 聽聞他的意思是 曹總 你說得怎麼樣 你幫幫他 曹總說他預計會出 兩本漫畫 兩本小說 一本是他跟朋友合作的圖文小說 他就說第一年就出這麼多一本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他說都是講稿中 書展是7月17號 曹總都很忙 好像早前才去完東南亞的畫展 然後又還要講稿 他還有很多工作出面接 那就好 多工作做忙才好 絕對是 但是他的身體和肝臟如何安排 希望曹總身體健康 也一切順利 書展的時候大家多多支持 其實剛才雖然說他在最邁邊 但是如果曹總會搞一些不同類型的簽名會 如果他這本書 可能他跟蔡傑出了簽名會 找到蔡傑過來 那一定會多人 所以可能在邁邊那邊也有他的優點 大家記得要多多留意 但簽名會不是要落地下嗎 其實看你選擇 你可以落地下 但我覺得如果有賽結 應該要落下 因為那位沒有位置可以排隊 不過不要緊 你看看怎麼安排 好 虎甲人 今期的書題 不過這個是阿傑多特別版封面 可有記喜愛 你看到有部變成型的戰艦 就在後面 這個是阿傑多特別版的虎甲人 還有是女角的衣著 那這個呢 林明明 對 林明明的衣著 就是在泰宫唱歌的那一件 是 這樣吧 一個稍微的特別版 我還沒看今期 我回來才買書 完全還沒看今期 我買都還沒買書 今期 那我們回去講龍股門吧 我們回去講龍股門 沒事講 龍股門的 但其實都是打而已 因為我還沒看 DTG 還打完了嗎 其實是通天祭祖 其實我想問 有什麼原因 祭祖是真的祭祖 還是打 最早是拜山 龍股門這麼多奇妮 第一次拜山 平時拜山不用告訴你 今次有 今次很隆重歧視拜山 對 突然間Lixon說 水斌也很講 七月要講起三本書 他不是《善女幽魂》 他還打算說《善女幽魂》嗎 不是 我打算他再推廣一年 不是 他應該推廣一年 對 我打算推廣一年 對 是今年出 他不是打算再推廣《善女幽魂》和《Foodpunch》 《Foodpunch》可能是草的 但是 可能跟印刷也跟死他 出那麼多本 這個通天祭祖 新鑽龍股門的1251期 故事的一開始 就說龍冠天約了易天恒出來 將《離火故劍街》給他 因為龍冠天想去 這個所謂的道祖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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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道寵那裡 就拿這個定天禁單 而他就覺得自己沒有那麼輕易進去 所以就找易天恒合作 就讓易天恒作為他的護身符 幫他開路進去 而《離火故劍道》的易天恒手 易天恒也都答應了這件事 而 今期之後的畫面一轉 去回泰國 在距離通天教的東面 六十里 有一個叫通天峰的地方 類似天子峰一樣 有一個山在那裡 原來通天峰的頂 就是通天老祖的那個 墳墓 有個碑在那裡 大家會在那裡祭祖 那天狼就在那裡上香 接著有石一龍又來了 那麼 雌雄就 當然都在那裡 雌雄就還跟雌雄說 是你自己跟過來的 如果銀靈要怪責的話 就跟我沒有關係 那麼雌雄也都很風趣地回應雌雄 我一定拉你下水 有禍同當 然後雌雄就回答他 你這樣?你五行欠打嗎? 石一龍都說 如果這次只要死不去 不是脫頭脫骨 回去還是被人罵兩句 就沒事的 看到這個位置 當雌雄和石一龍 很開心在聊天 然後話題關乎到銀靈的時候 我突然想起 大家記不記得 惡念無情 惡念無情 霸念無情 什麼 我就是我卡輸那一段 神經病 雌雄就是靠躲著電閘油 揪著白朗湯 揪著自己的妹妹 用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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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一段就是 那個雌雄為了要他的霸業 連妹妹的生死都可以置諸道 然後射一路就是怨恨他 沒有了 所有事情都已經過去了 即是這些 這個 他們那個關係叫什麼 他是 梅夫 梅夫 是的 大舅和梅夫的那個 恩怨 即是事情過了去 真的可以一分不自然抹掉他 一家人 沒有了一個寶寶 小聲小聲 悶在溫馨 那個寶寶是白朗搞出來的 搞到沒有了 我搞死了白朗 就沒事了 大家可以坐在桌子一起吃飯 一命陪一命 陪了就沒有那件事了 真的很有趣 這個 然後呢 另一邊 當他們在那邊聊完廢話的時候 金羅康就和白摩崖一起出現 那兩個垃圾 什麼鬼面太帥 和萬賢王 當然都在 然後 這個不治兩力的易龍 和那個都君林 就走出來 就說 除了白摩崖之外 其他人都要停步 白摩崖就自己走上去 然後他最後就留下了一句 就是 擋不擋得住金護法呢 就看你們自己的實力了 那當然憑著 都君林和 易龍這兩件垃圾 就不可能擋得到金羅康 所以金羅康就走上去 那他上去的時候 然後呢 鐵五郎就問 就問 是不是火雲邪神命令你過來傳話的 金羅康就回答他了 傳話這些粗粗的東西哪是我做的 白摩崖你還不傳話 白摩崖就心想 阿仆你又加一當我是狗 然後 然後他就 但是他都可以忍得 白摩崖很忍得 他就說 好 成大事需要忍 你找賢疾 然後呢 當他講到這四個字的時候 之後就馬上打斷他了 白摩崖 你用什麼身份說話 鐵五郎就接著說 如果你是以廣法堂主的身份說話 很抱歉 你已經不是了 因為廣法令不是在我手上 白摩崖投靠羅撒膠 欺師滅祖 本天尊代祖師爺收回廣法堂 我看到這裡的時候我就看著 那為什麼他們經常要滅廣法堂 他為什麼經常要滅廣法堂 沒有個令牌手 你先看一看 如果根據鐵五郎的對白裡面說 就拿到那個廣法令牌 就是廣法堂的堂主 他沒有說話 他只是廣法令牌在此 白摩崖投靠羅撒膠 我知 他的令牌就好像那些 見牌而見聖上 對 我是你祖師爺的層級 我拿著牌就是祖師爺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但不要聽 你早幾期才拿了一個假的令牌 給了金羅漢 雖然你的令牌被人拿走了 白摩崖也知道 但你可以爭論 這個令牌是不是真的 白摩崖也很順滑 但問題是 原始通天廣法 他們在拜的祖師爺 是同一個祖師爺 如果你是要代祖師爺 要收回這個 欺詩滅祖的堂主 那有沒有廣法令牌 你都可以做的 我可以想到的就是 出師有名 有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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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牌 出師有名 我懷疑是這樣 不如這樣說 現在都在山峰上面 祖師爺的金身出來 如果是 如果是 其實 祖師爺應該早就叫 易龍那麼好 興奮進去偷救了廣法令牌 就可以解散你的廣法堂 我為什麼又要滅廣法堂 又打暑祖 又打暑祖 這麼辛苦 我知道 因為令牌這些事情是後撤的 對 神祖已經有了 當時 那個令牌在這裡 但是沒有這個功能 哈哈 哈哈 有這個功能是後撤的 哈哈 那個令牌當然在這裡 功能是後撤的問題 哈哈 不要這樣 你們滅了廣法堂幾次 滅完又滅 滅完又滅 如果是泰國的 廣法堂應該是被入侵次數最多的堂口 如果是通天廣法 還有原廁 那 一向都泰國這麼多年都是 不用計算泰國 我想你計算全世界所有堂口 都是他最多的 可能是龍虎門 龍虎門是被踩上次數最多的堂口 然後石卡龍就回答地路 蛤 即是你百無雅已經被逐出師門 祭祖沒有你份 我看著你也有份 百無雅會沒有份 你那個混蛋是不是更加不關事 我真的很喜歡他這個標準 他曾經不是通天教教主 其實他現在應該不是 其實他現在理論上也不是 但是他現在還可以在這裡出現 奇蹟怪怪的 百無雅也說 這個廣法堂主 不做也罷了 你猜我真的很稀行嗎 細叔我現在是用羅撒教外務廳主管的身份 對兩位言侄轉達我教教主的說話 然後當他還沒說下來的時候 痴猴也再回答地了 投靠火雲邪神 好像更加要玩死你 好像更加要玩死你 然後添雷也再加一句 加文羅撒教你的百無雅 在泰國只會更加武器做 你還沒做我想問 痴猴不像是和火雲邪神合作的還是沒有嗎 合作不是投靠 合作和投靠是不同的 痴猴覺得自己和邪神是平起平坐的 還有他平時是叫邪神做邪神老弟 他是哥哥 邪神是弟弟 我忘記了 當他們說到這段話的時候 突然間打鼓 原來就是逆天恆和龍觀天來到 逆天恆來到 逆龍當然也要阻一阻他 因為逆天恆和龍觀天都不是通天派系的人 而逆天恆和龍觀天的輕功當然是比不上逆龍 但是逆天恆很輕易超過逆龍 而逆天恆來到通天風上也沒有理會所有人 只是在看風景 說這裡是風水靈獸非常之好 其實帶出了他來這裡的目的 就是要打通天老祖這個今生的目的 逆天人就說 反正你們都不會打開道寵的了 硬來都是必然的事 沒錯 我就要借你們祖師爺一用 實在是非常恐怖 無端想拿一個白的屍體 不知道他做什麼 然後鐵五郎一言不合 就突然用這個精神去踢勾龍觀天 他說龍觀天想拿這個道經射 但就被鐵五郎一 原來是虛招來的 另一腳就重重的踢中了龍觀天 下一期書題就叫做二人亂盜寵 即是二人館的人就會搗亂 但其實二人館應該只有逆天恆 沒有 美國仔那些和 大廂犯了面子 他們不會叫自己做二人館 犯了面子嗎 我忘記了 犯了面子的 他們不跟逆天恆 現身都還在 現身都還沒死 龍五死了沒有 龍五是國際營警 殺手嗎 他現在去國際營警 那時候魔鬼黨那段 他就是國際營警 下期的預告就是龍觀天獄奪定天金丹 金丹卻與通天老祖有著不可分割的極大關係 有關聯 逆天行為通天老祖二來 鐵五郎痴猶統一陣線 大戰一觸即發 然後最好笑就是這個 就是老念力無孔不入 卻仍有意志堅定者足可抗衡 我們就要猜到底誰是 有這個意志力可抗衡的人 現場裡面這麼多人 我想先說說內容 我覺得這幾期在泰國編 石黑龍好像變成一個小丑 有時候會有些鬼頭 有時候會有些灰鞋角色 就算是打 易天行 什麼事 糟了 班冒崖 下面那兩條小丑 都是很小丑 以前都有些灰鞋的角色 就是灰鞋的時候 但是沒有這麼多 我覺得看得 不是這麼順眼 你們怎麼看呢 雖然我明白 石黑龍有少少灰鞋或者跳皮的性格 但是近期是太多 是嗎 他在魔鬼黨那段都是差不多的 在那裡鋸爬 他只有把球打不贏 其實我覺得石黑龍這樣輕挑一點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但是他不可以這麼臭 他經常輕挑完之後會輸 被人打得很慘 那一刻很慘 而且我現在覺得石黑龍 他是不是不可以輕挑一點 我覺得這個一直都是石黑龍的風格 我覺得太多了 多不多 我反而覺得 我是喜歡有石黑龍這些 比較有趣的畫面 但是他表現到的狀態就是 不好看 我不懂怎樣形容 總之就是不好看 這樣的石黑龍 還有我想問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或者聽眾 有沒有人記得 雞油不是跟易天恆有合作嗎 對 之前不是假死那一次嗎 假死那一次就是他們合作的 所以在廣發堂搞糕白浪那一次 都是他們兩個合作的 是啊 那為什麼現在好像不認識他 他們的合作是什麼時候結束 還是終究是不是錯過了什麼 不是這樣復活出來就 完了 他當沒事 其實他的復活 是一直藏起了應天恆的 是啊 這樣 忘記了 我是不是記錄了某些事情 中間發生了某些事情 沒有 因為他們中間都沒有見過 因為在廣發堂有的 在廣發堂有的 然後因為天下無敵就出現了 剛好 那時候還要平凡身體 他就說要過來找娃娃 但是天下人在那裡嗎 不是回憶來的嗎 不是 人在那裡 他一開始站在天盆那裡 然後是走下來的 噢 但是之後就好像沒有再見過面 為什麼突然間的合作好像沒有了 結束了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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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聞CTV這個也對 跟陳婕和劉細黎一樣 口頭協議說完的 阿祖 哦 這樣 哦 明白了 誰是 誰是世良 逆天人逆天人 逆天人逆天人 騙人多一點 哈哈哈哈 但是之後真的死過 哈哈哈哈 好地獄啊 是啊 這樣 但是我看了今期的下回預告 又是金丹 又是拿肉身 就是之前跟青木如樹林 拿過 拿過二十個 那樣子 糟了 被石鐵吸了 喜燈天人 一狼 喬截屌 天后 這張美天下無敵 過來上了通天老祖的 金身身 跟你說 哈哈哈哈 不是他之前不是說 有些什麼 拿了肉身的 那拿個肉身一運 就被人吸上去 但是之前不是說 是坐幾個飛星者的 根本有幾個飛星者 隨便找個金身上一上 龍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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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某就上了通天老祖的 然後就是海宜 所以為什麼有這個 什麼什麼 天下無敵 那個叫什麼 老祖 那時候有什麼老祖宗上篇 哦 無敵老祖宗 無敵老祖宗上篇 無敵老祖宗下篇就是 上了通天老祖的龍某 打夠天下無敵 然後一起被人吸上去 這個是不是光屍 很難知 但是如果你那時候 算是紫下上人 那個就不是 紫下上人的屍體是很漂亮的 我不知道 那你叫做金身應該也是 應該是 綺綺綺綺綺 應該是 不論會是 真的這樣被你說中嗎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說一下 沒有是這樣 我覺得不會謀言出龍某的 正常也是 綜然只是靈魂 那他應該也不會突然出 我覺得文傳也未必被他這樣做 雖然是沒有樣子 但問題是 你就算上了身 那你也要在背後有個影子 才能表達到他是龍某的 當是的了 而且一定要出娛樂神獎 這裡有天佛獎 這裡有天佛獎 龍虎一向都有的 天佛獎的氣境形象都是九大佛兵 但那個是娛樂神獎不同 魚雄神獎不是那個 那個是娛樂神獎 我知道 但這樣會用天佛獎就算了 他也是離火元兵功 所以就用天佛獎 但我想問 下期 今期應該是出賣那個書屋版 就是火雲邪神 那下期就 不是 今期是雷戰神腿 因為他現在書屋版的卡 書屋版就會送貼紙 下期就開始送書屋版的貼紙 但今期是雷戰神腿 雷戰神腿 雷戰卡 是嗎 是啊 我那本是書屋版 沒錯 因為我封面是專門CAP書屋版 他送貼紙 但雷戰神腿不是第一式來的嗎 我不知道 我已經沒有買了 是 下期又不送了 對 上期的書屋版還是立牌 那就完了 立牌就完了 所以今期就是 雷戰神腿第一式 雷戰神腿第一式 我看下期遇過我也呆了 他下期不是雷戰神腿第二式 他是送這個 什麼板虎狂龍 是送這個 一氣精選封面貼紙 第一本狂龍晚虎 是啊 我以為我自己看錯書還是認錯 不是 對的 天子第一號房 不一定是天子第二號房旁邊的 你送完第一張 其實我覺得他這樣安排有點亂 就是像阿施力那樣 賣向書屋買開的 自然賣向書屋買開 我是不是早兩個星期我已經講過了 突然中間四期書屋版是立牌 然後 送我也算了 他是要加錢的 那我就不會 不會 不會加錢 不買 四色寒龍十八腿 我覺得十八腿 我突然有四個 就是四腳是不協調的 丟掉了他就不覺得 喂 不要搞我 好嗎 大家姐你可以拿你的朱古力吃 謝謝 我們繼續做節目 那 古怪怪的一個 有問過人 搞別人的事 古怪怪的這個伸著龍褲門 很可憐 那些特別版怪 當然是劇情都怪 但是他的特別版 你沒想過 不是特別版是普通版 他附送的贈品都怪 是啊 我看龍褲門 只是捕捉著黃山後塵 看下去 又沒有迫力 又沒有緊張 又沒有追看性 對呀 我覺得很有追看性 不是 我說的追看性是 打鬥的情節 不是好笑的情況 我想問 其實大家 現在除了一單明星 會買龍褲門 然後我們 還有斯蒂加 但我想問 你還繼續買的 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不是做節目的話 你還會不會買龍褲門呢 兩位 我也會的 因為其實 都想看看他怎樣 故事 或者是 之後那個 故事的內容 會是怎樣發展 但是 德哥那個時代 就是 阿斯蒂加 都更好看 雖然我經常說面相 或者是 一些撇線 是很密的 我是不是很喜歡 那個 那個面相 但至少 他的情節故事 我覺得是 OK的 不會像現在這樣 我看下去 我不知道 他的主線 或者是主線 我看得 不是那麼開心 但是 我都怕有一天 會氣死 好像 SUNNY和DK 對 但因為 他的狐家寶味 真的越來越重 我覺得 如果 狐家寶味 重而已 但是 是不是狐家寶回歸 那篇劇 故事 會好一點 我也想看 不是不是不是 我覺得狐家寶編劇 一定好笑 其他話我不敢說 一定好笑 但是你不要那麼散 我真的看了這麼多篇章 我都不知道 打完之後 會是怎樣的 我突然發現 下回預告 我們有沒有下回預告 那一頁的 有 怎麼沒有 我們沒有下載出來 因為下回預告 我突然想 那個是易天恆 還是天下無敵 那個頭那個 易天恆 易天恆 沒有一環 沒有巴閒 沒有巴閒 但是 今期的封面 我打一眼看 我以為是否有什麼合併封面 我以為是合併封面 原來不是 原來你也是這樣覺得 是啊 我覺得今期 好像是合併封面 那他 咳了 鐵狼 一半 是啊 然後下期 我以為是合併封面 因為石海龍只有半個樣子 不是 你覺得 像是易天恆 然後 後面那些全部寫 跟著走 好像西雙講師 當然後面那些不是 跳著那些 上世 不是西雙 但是我覺得 如果胡家寶真的回歸 然後由他寫 易天恆 是保證好笑的 你是不是胡家寶買書 都說 他編輯的名字 如果你今期寫胡家寶 我買書 哈哈 就這樣寫都已經升書升一本 胡家寶寫龍虎寶寶 你不是不買 胡家寶寫龍虎寶寶有易天恆 簡直是這個銷量的保證 對上五百期最好笑的一段劇情 不是就是易天恆 對上五百期最好笑的 有了 疑魂大發 笑到反了 笑到反了 那段 你沒有計算外傳那段 你當他不計算吧 如果計算外傳的話 可以死亡 所以就不管外傳 儘管看龍虎寶之後會怎樣 但是 免得大家不要衝動買書 因為還未確認過胡家寶之前 都是不會買書的 其實我已經掉了三四期 只買 對 那你買的動力是甚麼呢 沒有 之前博買 不是 之前是火雲獎那張卡 即是想抽契那些卡 對 那你完了火雲獎的卡 就想操入電神隊 不是 我想著他 因為他是十八腿和十八獎 以及火人獎 是一齊 是第一張 我想他八 我想他八期之後 他可能直接是雷電神隊還是怎樣 那我怎麼知道 誰知道他會送了四期 即不是送 是加錢 即是加錢 變成四期立牌 即是 我沒有預計到他是這樣安排 尤其是輸動版 我買了八期輸動版 都沒有加錢送卡 無讀多了 八期之後 第九期 第九期是要加錢送 加錢立牌 這個安排 我覺得有點奇怪 但如果你是為了那些火人獎卡的話 其實你做完那八張是可以不買的 但你又繼續買下去 那是習慣 我不是就是甩了三四期我只買 他甩了一張卡不看啊 他不要啊 他要特別版 他要宣布版卡 Mango可以買書玉版的 沒有啊 Mango買了書玉版都可以 沒有啊 我們都是收購至高級 新歌經常說不做 你快點注資才行 你這麼有錢 沒有的沒有的 差不多了 今個星期的港馬有謝波 龍虎們都是繼續咕咕怪咕打一輪 但虎甲雲都還在打 剛轉題前 我想說其實都還在打 打到上個太空中 打了多少期啊 虎甲邦都打了五六期了 有嗎 有 有 我想說 簡短一點說 狂烈幫打完 我想隔了兩三期 然後又打虎甲邦這段 我覺得整個大運戰 劇情沒有 即推進很少 我同意 當然你可以是大運戰 同時推進劇情 但龍虎那種就是打就打 其他東西是不動的 其他東西盡量都... 停開吧 可能很少很少地滲出來 龍虎的習慣一直都是這樣 打完一輪才慢慢寫故事 但我就是想他打完狂烈幫那段 他可能有五六期文氣 但原來隔了一陣 然後虎甲邦那段又開始打了 虎甲邦...其實虎甲邦... 其實虎甲邦是... 都... 即那個... 死了那個... 傑夫 傑夫是... 即是... 有什麼目的都... 還未搞得很清楚 就是虎甲邦的烏托幫 他有說的 我覺得... 這個是面那一陣而已 有底那一陣 尤其是... 中間還有林准仁的謎團 林准仁是... 什麼適勝者 是... 什麼一回事呢 我覺得... 很多這些... 沒有推進 尤其是... 狂烈幫那段 打完一陣 那個推進... 不多 然後... 我想文氣會有更多推進的時候 他又... 突然又大打一場 又... 就是... 進度又是... 很緩慢 那個... 我覺得... 變成... 都... 那個追看性比較低一點 尤其是如果你不喜歡看打的話 那... 還有龍哥叫我 終於砌好魔鬼與人的造型 嘩... 我覺得漂亮 他砌了幾個 是不是水母 水母啊... 那些... 其實... 他砌了三個... 三個生命啊 三個生命啊 還有一個... 應該是第二輯的主要角色 阿龍哥在自己的Facebook 甚至乎在今期的編劇的編後感 編劇都有透露 專欄和編後感都有說過 這個魔鬼魚是第二輯的... 男主角 有重要角色啦 不能說是男主角 會不會就是遊學修呢 沒有錯啦 遊學修魔鬼 就是阿修哥了 那...關於虎甲人呢 我想我們下個星期... 我想下個星期已經是魔鬼魚... 這個魔鬼魚... 封面而已 我想下個星期就可以長講... 虎甲人 我說在什麼9號 色聖仔9號 進化者9號 對不起 今星期的偶姐幫來到這裡 稍後回來繼續有動漫廢物 今星期的題目是 手寵自從的三個阿道夫 稍後回來見 拜拜 拜拜